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阿波拉罕的身上 我学到信心的重要功课 在阿波拉罕的身上 我们学到信心的重要功课 在十二章一到四节指出 耶和华夫赵已经75岁的阿波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 在十二章第一指从一到四节 耶和华呼召75岁的阿波拉罕离开本地本族 而阿波拉罕也听命前去加南地 并且带同他的妻子和侄儿同行 上帝要阿波拉罕放弃自己的故乡亲族 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上帝要阿波拉罕放弃自己的故乡亲族 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这个对一些有一把年纪的人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们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和人群 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但是阿波拉罕相信并且信服神 但是阿波拉罕他相信了而且信服神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这样说 阿波拉罕因着信 蒙照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在创世记十五章 上帝给阿波拉罕一个更加难以置信的应许 在创世记带十五章 上帝给阿波拉罕一个难以置信的应许 就是会在阿波拉罕晚年的时候赐给他一个后裔 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赐给他一个后裔 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阿波拉罕相信了这个不可能的应许 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阿波拉罕相信了那个不可能的应许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 要承受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有两个要素 要承受上帝的应许以及祝福有两个要素 第一 上帝希望我们专注他的作为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第二 上帝的预备往往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 上帝的预备常常是不可思议的 就好像我自己那样 就好像配方一样 我都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他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次 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怎么也想不到他今天可以站在讲台上面讲道 我记得在1996年 我第一次出来做传道人 我上班的时候就跟我的主任牧师说 他上班的时候就跟他主任牧师说 千万不要让我讲道 今天就很感恩 神改变了我了 很感恩的神改变了他 所以神的预备真的很不可思议 所以神的预备是往往很不可思议 当我们接受上帝的安排信靠他的能力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上帝的安排信靠他的能力的时候 神就越纳我们并且加添对我们的祝福 神就越纳我们并且加添我们的祝福 在12章2节 神这样对阿伯拉罕说 在12章2节 神这样对阿伯拉罕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在2到3节出现了5次这个福字 上帝对阿伯拉罕的福字的核心就是 你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上帝对阿伯拉罕呼召的核心就是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我们是不是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呢 我们是否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 以下几位基督徒的见证呢 我都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以下几位基督徒的见证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他们都是蒙福的人 也都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他们都是蒙福的 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这3位人物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3位人物 第一位呢是力克 第一位是力克 力克是一个一出生就没有手没有脚的人 童年时代呢饱受同辈的嘲笑 童年的时候呢饱受同辈的嘲笑 常感到孤单忧鬱 甚至想过自杀 甚至是试图自杀 最后呢 教教信仰呢 令他胜过挣扎并且热爱生命 最后基督的信仰让他胜过挣扎并且热爱生命 今天他是一名演讲大师 鼓舞全世界的人要振作起来不要放弃 鼓舞全世界的人要振作起来不要放弃 他今年呢31岁 他今年31岁 已经去过25个国家 已经去过了25个国家 向超过300万人演说 向超过300万人演说 去年呢他还荣星做了人的爹地 去年呢他更升级了当了人家的爸爸 第二位呢是宝叔 第二位是宝叔 他是一个被判死刑的杀人犯 他是一个被判死刑的杀人犯 他感到生无可恋 打算一死了之 他感到生无可恋 一死了之 后来呢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 然后呢他接受了基督做救主 并且呢获得了特赦 并且获得了特赦 他从头社会建立起这个福音字画的生意 他从头社会 而且建立了福音字画的生意 他说神赐福给他的事业呢 真的好像发梦那样 他说神赐福给他的事业 真的好像发梦一样 第三位呢叫王瑞君 人称呢王姐 第三位是王瑞君 人称王姐 他原本童年失学 是一个工厂的女工 他童年失学 她是一个工厂的女工 后来成为了基督徒 并且呢蒙尿去读神学做了牧师 后来成为了基督徒 后来蒙照去念神学 并且成为了牧师 后来还参加香港东南亚等地区的神学 培训和宣教工作 还写了六本书 我也曾经用了他一本书来做教材 写得非常好 弟兄姐妹 这些残障死仇女工 在人世间的标准是没有前途 弟兄姐妹 这些残障死仇女工 在人世间的标准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立刻宝叔和王姐的人生告诉我们 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 当我们愿意相信基督的时候 愿意跟从他信服他的旨意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变得更加精彩 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加的精彩 你是否愿意呢 你是否愿意呢 今天我想介绍给大家一个 另一个很精彩的人生故事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很精彩的人生故事 就是戴德森 就是戴德森 他是一个英国人 生于1832年 他是一个英国人生于1832年 有人听过戴德森 有没有人听过戴德森 戴德森完成了医学训练 戴德森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 他没有留在英国做医生 过舒适的生活 他没有留在英国当舒适的生活 他在21岁搭船去中国宣教 他在21岁的时候 他曾船到中国宣教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从美国到香港的旅程 要十多个小时搭乘飞机 当年戴德森在英国搭船去中国 是要五个多月 当年的戴德森他搭船 从英国去中国要五个多月 而且在那个年代的交通资讯科技 而且在那个年代的交通资讯 还有科技 都没有今天这么发达 去一个这么远的地方 这么长途的旅行 要去这么远的地方 这么长途的旅行 其实是很多危险可以发生 其实有很多危险可以发生的 但是戴德森呢 缺制要去到一个中国陌生的地方 去传福音 但是戴德森呢 他决定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来传道 在1865年他创立了中国内地会 在1865年他创立了中国内地会 智力在中国内陆传阳福音 他智力在中国内陆传阳福音 如果我有千条的性命 绝对不留得一条不给中国 他说我若有千磅阴金 中国可以全书之取 我若有千条生命 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当我第一次去看到戴德森的自传和这个说话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自传 还有听到这句说话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戴德森呢 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 他也这样说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 是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 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吗 戴德森的信心原则呢 就是凭着信心按着神的呼召 去做应该要做的事 戴德森的信心原则就是凭着信心 按照神的呼召去做要做的工作 戴德森建立的内地会在1964年呢 改称为海外基督士团 他所建造的内地会在1964年 改称为海外基督士团 在今天这个士团呢 有同工是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那今天同工有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超过有1400位的同工 超过1400位的同工 这个士团今天在亚洲有18个地区 接近100个群体当中去做全福音的工作 而到今天为止呢 戴德森的家族呢 五代都是从事华人宣教工作 他的家族呢 五代都是从事华人宣教工作 第四代的是戴兆曾牧师 第四代是戴兆曾牧师 他曾经出任呢 海外基督士团的总裁呢 和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 他承认海外基督士团总裁 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 在2009年呢 已经过世了 在2009年已经过世了 而戴德森的第五代孙呢 戴继宗 而他的第五代孙 戴继宗 现在是住在台湾 讲得一口的流利国语 他现在住在台湾 讲得一口流利的国语 也都是在海外基督士团在那里侍奉 也在海外的基督士团侍奉 我们常常呢 都要做出很多大大小小的决定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要做很多大大小小的决定 大的决定呢 例如要去找工作啦 找对象啦 大的决定好像要去找工作啦 找对象 小的呢 就是想一下 要不要关电视啦 要不要接受朋友的邀请 去happy啦 小的就是 是否要关闭那个电视机 或者要不要接受朋友的邀请去玩 会玩乐 但是我们在人生路上面要考虑的 是否只是这些熟悉的利益和享乐呢 但是我们在人世间 是不是只是考虑这些熟悉的利益 以及享乐呢 阿伯拉罕 阿力 宝叔 王姐 和戴德生的信心 阿伯拉罕 尼克 宝叔 王姐 戴德生的信心 告诉我们 去相信耶稣 去跟从他的旨意的时候 人生可以更加丰盛和精彩 就是我们跟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人生会过得更加的精彩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和意愿呢 大家有没有这种的信心以及意愿呢 我们是否愿意去接受耶稣的爱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爱 去认识神的旨意呢 去认识神的旨意 我发觉呢 基督徒呢 有一个的毛病 我发现基督徒有一个毛病 我愿意信 我愿意信 但是 我继续做我的事 但是我继续做我自己的事 上帝有什么旨意啊 不知道喔 上帝有什么旨意我不知道 好像不关自己的事 好像不关我的事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写照 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你的写照 我希望不是 我希望不是 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帮的见证人 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帮的见证人 所谓好像云彩般的见证 好像云彩般的见证 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可以有阿伯拉罕这样的信心 能够踏出勇敢的一步 能够踏出勇敢的一步 去到一个不知之处 去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但是呢 就是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 但是要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 我们就会让自己的生命更加蒙福 那我们就会让自己的生命更加蒙福 而且不止自己的生命蒙福 而且不止自己的生命蒙福 还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还有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就好像刚才所说的阿Nick 保叔和王姐 戴德森一样 那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四位就是Nick 保叔 王姐 还有戴德森一样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盼望大家呢 要勇敢点 我盼望大家勇敢一点 要搭出自己的所谓安舒区 我们要踏出自己的舒适的区域 不是乱走 而是跟着上帝走 而是跟从上帝来走 那你或者会问 那你或者会问 那你可能会问 那究竟上帝想我走去哪里呢 那上帝究竟要我走去哪里呢 一定不会叫你去死 一定不会叫你去死 因为上帝要祝福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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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今世的生命 不止今世的生命 而且是永远的生命 而且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那上帝想我做什么呢 那上帝要我做什么呢 除了圣经上面所讲的基本的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我们今年的主题 我们今年的主题 还有我们更加个人的呼召 还有我们个人的呼召 就是在我们个人的特殊的 警方特殊的处境当中 就是我们自身的处境当中 我们怎么去活出爱神爱人 比如在我的处境 例如在某个处境 我就透过讲道来到去表达 对神的爱 对人的爱 去建立人的生命 我就是透过讲道 来表达我对神的爱 对人的爱 还有建立生命 那你有你的角色 你有你的角色 你有你的恩赐 你有你的恩赐 你有你的位置 你有你的位置 千万不要说我没用 如果你说你自己没用 你就是说这个上帝没用 因为他做了一个没用的你出来 如果你说你自己没用 你就说这个上帝是没用 因为他做了一个没用的你出来 你一定是有才干的 你一定有才干的 你要去好好问神 如何去发挥自己的才干 你要好好地问神 怎么去发挥自己的才干 无论什么年纪 什么的岗位 你都一定可以有你的恩赐去发挥 无论你的年纪是什么 然后你的岗位是什么 一定有你发挥的地方 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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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声我愿意 并且去实践 而且去实现 不要得过港字 不要仔细说 那我们就可以 好像刚才的见证 那我们自己生命更无福 也都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就好像刚才的见证一样 我们自己的生命蒙福 也作为别人的祝福 好了 那除了看圣经 还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 那我们除了看圣经 还有怎么才能知道上帝的旨意呢 我下个月呢 要有一个的 特别的 课程 就是认识神的旨意 就是认识神的旨意 我希望呢 你们会来参加 希望大家来参加 以至你的生命更能蒙福 以至你的生命更能蒙福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真的 你是这么爱我们 以至呢 你是要赐福给我们的 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就好像亚伯拉罕 好像大德生 好像王姐 宝叔 和阿力 那样 你 爱我们每一个 你都要去更大更多的 来祝福我们 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我们要愿意去相信你这个美好的爱 和美好的旨意 我们更加愿意呢 是勇敢的 你踏出前面的一步 神啊 当我们心灵有软弱 我们小顺的时候 我们求你联敏 我们求你去兼顾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去说我愿意 并且帮助我们呢 是有信心去踏出前面的每一步 神 我们在这里求你 在这个章林期 你就 在这个节期 你就帮助我们 能够更加认真 去认识你的爱 认识你的旨意 叫我们的生命 是更深的你的蒙福 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是奉教主耶稣基督得圣明自祈求 阿们